西藏 北林 新疆 维吾尔 自治区 东北是连接着青海省 东连着四川省 东南与云南省相连 西部以及南边与缅甸 印度 布丹 西京 还有克舍米尔等等国家的地区接壤 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 而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隆起最晚 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的高原 也因此被称为了世界无奇 大家好 我是中国东方快车的Jenny 很高兴来到洛杉矶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中国东方快车的精彩 那么这一次我给大家带来的形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西藏县 其实这条线路的话 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了 原因是这条线路 对于我们操作者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度很大的 但是它的景色绝对是震撼的 今年曾老师走的这个东方快车的线路呢 是西藏县加丝绸之路线 哇 那把两个最精彩的这个线路都放在了一起 丝路和西藏真的是中国最顶级的这个美景了 那么我们呢 首先呢 先抵达的是拉萨 也就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 在拉萨游览的布达拉宫 然后还有八角街 然后我们还要去前藏和后藏 前藏就是拉萨 后藏就是日科泽 游览完了西藏以后呢 我们抵达的呢就是乘坐这个青藏列车 抵达西宁 然后在这个当中的青藏列车呢 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工程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可可西里无人区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山 能够有十几座 所以这一段确实非常精彩的 那么从这个西宁呢 抵达西宁以后呢 我们游览的是塔尔寺 从兰州开始 我们乘坐东方快车 游览丝绸之路最精华的地方 那么就是走到敦煌 嘉玉关 图鲁藩和乌鲁木齐 这是丝绸之路最最精华的地方了 这条线路呢 今年只有一年来办 以后不会再办了 因为这一条线路 是把所有的精彩一次呈现 那么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 如果想了解东方快车的精彩 以及线路的精彩 大家请到新莲华假期 到曾老师那里 看一看东方快车的豪华 国家领导人的专列 然后以及西藏和丝路线路 那是非常精彩和美妙的 我们在学校咱们的叙迹 ara Влад 为zie 妈 李 circumstance 打 鲁rah ечение Fool 吃 为什么 我 吃 闰 Chem 为